Garry,陳日君,Miss Winnie Eve,Carrie Rematch 剛才潘先生也會不開心 正常我們都… 正常,完全明白 大家都經過這個階段 但我希望他放下一件事 其實知知知節是沒有人想關心的 因為已經過去了 不要說七年,你上一份工作七個月 可能你還有很多事情抱歉 又說上司,又說老闆 大家有本難念的經 Carrie說得很對,一隻手掌拍不響 一定有兩隻手才拍一響 我覺得最大的問題是一件事 很多時候他看以前的事情 他應該這樣想 那麼多人說我這些事情,插我眼睛 應該跟自己說,關我事 全部都關我事 因為當時… 自己先抱歉 當時我是能者,我去那個位置 那個位置就是要負責 關我事,你想完當時是關我事 那你就會想到下條路是怎樣走 應該可以出去這樣說 沒錯 老闆給你這麼多錢 人工是可以吃的 這是你的工作 是必然 是嗎?你要吃掉 不是 但是很多時候… 為什麼要噓那麼多人工 很多時候的狀況 很多人就會在拒你力爭 跟你的對質 在對質 然後就是告訴別人 這些事情不關我事 因為你對質那麼多 不明白的 你不明白的 我只可以跟你說 沒錯,我只可以跟你說 不關我的事 即是說你把責任推卸 其實你自己是 把自己停留在中音身 我用一些恐怖在線的事 可能大家聽眾都要留意 可能你有時說一句很細微的事 好像之前的Morris 說你不明白的 又或者這次的潘先生說你不明白 反映很多個底魂 反映的是底魂 以及自己在溝通什麼 所以我們都希望 潘先生說 各位聽眾 如果你自己類似有這些 你都想一想 你應該跟這件事說 是關自己的事 如果不關你的事 或是據理力爭 去支持你自己不關你的事 其實你不是向前走 你是將自己冰封在中音身 沒有進步 中音身 只會退步 好 那我們不如這樣吧 好嗎? 好 我們下一個環節 對 看一下一份CV 好 請Kerry給點評論 這一份CV 整體上其實整份CV 不算有什麼大問題 因為他都很清晰地說 他以前的工作做什麼 可能做表演的時候 表達技巧上 其實可以再做好些 例如我之前也有提過 做了這麼多年 你可以用一些Executive Summary 做一些撮要來包裝 你做了幾年經驗 以及你的優點在哪裏 尤其是在現在的行業 其實可以再分一些工種範疇 去做管理 對 管理管理 可能幫公司做一些P&L帳 或者做一些會計工種 其實可以再明細一點 去編集這件事 一開始 另外可以再說 你自己的抱負是怎樣 你接下來找這份工作 期望是什麼 這些可以包裝自己 在開始的時候 另外要注意 Grammar都要留意 因為你自己也是一個專業人士 你可能有一些 譬如你第一個是用作詞 你應該是連貫地去用詞 你要留意到有些 是一些Presentation Grammar的問題 明白 好 我們現在做一個 Tel phone interview 好不好 我看到他的spacing 也有些問題 對 spacing也有問題 對 這裡你double space 下面有single space 如果我沒有看錯的話 應該是 這些都很重要 因為你做accountant 其實也好看你自不仔細 而且我都只看到responsibility 沒有什麼achievement 沒有什麼真真正正的 即是你做task 或者你achieve到什麼 那不是一定要獲獎 或者爭業職才有achievement 你令到一個team 可以能夠去到另一個level 也是一個achievement 對 沒錯 而且因為他在職都有一段時間 問多一點點 好 Carrie 我看到他一劈頭看到 2013年6月到現在 其實他就freelance 這個字行頭 其實在一個這麼專業的範疇 用freelance去行頭 其實不多不少有沒有影響 會 其實雇主會想 為何你不正正式找一份工作 為何你維持自由身來接工作 那怎樣繳 因為之前做很多大firm 你明不明 如果我要package這件事 能夠不要那麼突顯這個缺點 那有沒有skills 好像他以前前一份工作 他是自己開了一間公司 而他是這間公司的同事也好 或者是partner也好 因為會計行業是partner 我們可以電話問一下 好嗎 好 陳先生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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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rry Vee 你們好 厲害 很厲害 很禮貌 好 那嘉許你這麼晚都來做一個 我想你都沒有試過的interview 是嗎 是 不過很感謝你們的機會 是嗎 那你準備好了沒有 OK 那我看看你有多準備好 我交給Carrie 好 陳先生你好 不如你講一講 很快用一分鐘講 你概括地講一下 你有多少年的工作經驗 以及在哪些位置 我大概是12年的工作經驗 我大概做manager 那邊大概是兩年 自己開一間公司 就開了四五年 現在現成是在做Planes 做到7月就完了 OK 那為什麼你要做Planes 因為其實 因為其實一直在找工作 但是有工作我也想先做 我在Planes 我自己可以同時間 可以一直這樣找工作 OK 那你做了12年裏 你最大的成就是什麼 Achieve了什麼 或者在哪間公司 Achieve問題是 我可以自己 是 可以幫助公司做到盤障 可以在財務方面 幫助公司做到盤障 以及大家同事合作 以及做一個訓練給同事 OK 那你而你的優點在哪 我的優點 就是自己自己自主持 現在懂得幫公司省錢 最主要就是 幫公司省錢 OK 反而我有一個問題想問 剛才你說過 你自己有開過公司 是 那為什麼你要自己開一個公司 開了四年 差不多 是嗎 是 沒錯 然後再做上班 打上班 是 因為其實初初開一間公司 因為我本身有些工作可以做 我知道自己開一間公司 希望可以賺到多些錢 自己有一個目標 每年可不可以撕得到多些錢 因為我想自己不是一個銷售的問題 但是一間公司一間公司 就好像越來越割了 還有我想經濟方面有些問題 最高峰聘了多少個同事 那時候沒有的 我偶爾聘了一些兼職的 你自己就接工作 是的 是因為2008年的經濟問題 之後都很困難 因為有時候錢都收不到 還有客人開始都會離開 嗯 好 那接著就 打上班 接著是一份工作 做了一年多 一年十個月 是嗎 是的 那是有什麼事 做的開不開心 還是有什麼原因 其實因為 是關乎自己的專業行為 我不想做事 所以我就 即是在公司層面 是練歌情 是的 但是這間公司 其實是我很想做的 因為簡直是適合我現成 想找的工作 因為可以在這裏添人 幫那間公司可以做數 做一些利益 analysis cash flow 還有可以做Band方面 幫他 OK 那你如果現在找工作 用一些條件 給你自己去 例如人工 職位 公司 前途 那你如何去prioritize 你自己的找工作條件 你第一個條件是什麼 其實我想是間公司的 stable和 天人 和間公司 可以有慢慢的發展 是的 那錢 其實 不要誇張得 好像剛剛 fresh graduate 這樣 是reasonable 我是會很願意接受 那即是怎樣 那即是第一位是什麼 第一位是間公司 和天人 可以慢慢的發展 是的 你的慢慢是怎樣 十年 因為太急 有時我覺得 是否剛才牽涉到一些 conduct的問題 是的 是的 我怕這件事 是的 我想問一下你 陳先生 我想問一下你 你認為sales是怎樣的 在你心目中 我想是要很懂 跟客人談生意 拿到生意 這方面 可能會變 嗯 那你認為是否重要 在你的工作 專業裏面 我 假設是一間公司的主持人 我是很重要的 但如果是我作為一個 staff 做accounting manager 的 position 這方面 對sales方面 就不重要 但是 對banker方面 我想 relationship 可能要好些 嗯 因為我剛才 問你這個問題 我首先想看 你怎樣看sales 是 有些人經常都會 將自己跟sales去劃分 是的 敵對 敵對了 即是你剛才第一句 可能我不是一個好的sales 我想看你怎樣 認為sales 其實很有趣 其實我相信 每一個行業 或者每個人 其實都是一個sales 來的 因為其實你由走出街 那一步開始 或者你對著電話 就這樣跟我們聊天 你每個tone and manner 其實都是在你自己 那怎麼會被一個sales 我們都說 旁邊所有人都是我們的customer 譬如你剛才打來 你很有禮貌 叫我們三位 那你都是sales了一個 很好的禮貌 Exactly 多謝 假分 但是如果你經常覺得sales 是不關你的事 那你就找不到一間公司 OK 明白 有公司讓你分別 都是因為你有生意 才可以 是 但分別的範疇就不同 即是功能不同 應該是 應該這樣說 如果你覺得sales 跟你沒有關係 不關你的事的話 生意也不關你的事 錢也不關你的事 OK 不過做老闆 要兼顧的真的很多 除了account的環 sales的環 還有很多販售 所有整條公司生意鏈 都關他的事 沒錯 OK 兩位主持有沒有想問 有的 你對這份工作有什麼期望 其實你接下來想找個工作 剛才有問過你 要找多少錢為之叫救 你沒有說過 是 要多少錢 其實我心目中大概 36至38期 一個月這樣 我想問 剛才我聽到 不好意思 今天不太舒服 我剛才聽到 你問你 achieve了什麼 其實 我就不太聽到 我就不太聽到 你achieve了什麼 只是大月班人 完成了他的工作 我敢說 如果我複術 剛才你說的 achievement 很多人都不知道 我講的是achievement 如果要他猜的問題 其實你會不會 重點告訴我 1點就行了 其實你有什麼 輝煌過 我想現在在 beadership方面 怎樣輝煌 具體一點 可以領導一班人 完成了一個 工作 就是確定 因為我們這項目一定要確定 對 完全不可以有錯 對 對 完全不可以有錯 隊伍多大 四個 四個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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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職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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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聊天 講一下大家的看法 兩個不同的項目 剛剛想起 好像漢似乎好像武美雄那種感覺 好像嗎?我不是很熟悉 只是覺得他和我寬生完全難言不折 他說溫和,如果他認為自己是溫和 考過甚麼? 如果要你憑剛才短短的對話 猜是甚麼Graph? Graph還是動物? 動物 貓頭鷹 貓頭鷹 他這個行業也很適合 我怎麼知道?我們這些不是看上行業 其實你叫我猜已經很給你面子 通常我不猜 你給你面子 給你面子 我不是想叫你猜是甚麼動物 我叫你猜是老百姓包娘 嘩,你這些真的是 很層次的問題 我們下次看看真是否準是否準 Carrie你的一點是 你評分作為一個初步interview 或是一個電話錄音 10分是多少分? 10分是多少分? 你給多少分? 有6分的 嘩,6分 6分 很多不少的 是嗎?我都有7分 我給6分 原因是 因為你做了12年 你說領導能力也很重要 因為你做了12年 其實是說你的領導力比較多 是呀 但是聽不到 聽不到 是的,但我覺得他的telephone manner 都可以 而且他是一些大公司出來的 我的理解應該是一個很嚴格的訓練 應該是以前的 聽陳先生說話 他聲在禮貌和聲線說話 聲線是 是真的很有禮貌 我不知道是不是跟上一集的那個陳先生說話 所以他被錯分了 但是 譬如剛才我們幾個問題 都是會斟酌關於一些 他過往的 achievement 或是做過的事 就聽得很表面 很清零點水 然後再邀請下去 其實你怎樣看售貨品 或者管理的時候 都是惡於表面 可能沒有一些真實的 很堅持的東西 是的 希望這個只是電話上 好的 那我們想一想 我們之後商量一下 我們之後商量一下 Anyway 多謝你 是的 多謝你 陳先生 現在我們不如說一下 有份新工 兩份新工 有兩份新工 好 其中一份是一間本地的公司 專門做中央食品管理 中央廚房 他做一些食品包裝好之後 就交給現有的食肆 現在他想找一個叫做銷售經理 BD 即是做business development 業務拓展的經理 希望可以由零開始的角色 由零開始開拓這個市場 例如做一些飲食市場 或者其他的channel 可以開拓他們的產品 這間公司規模是怎樣的 規模不大 他們只是香港可能只有10個人樓下 另外的同事就在廠 10多個同事20個樓下 其他就在廣州廠 他想找一個有銷售經驗的人 最少有五年經驗 人工可以有15至18K底薪再加用金 其實這個量點是什麼呢 其實是發揮空間 因為他要去建立平台建立市場 所以那個挑戰力度是很足夠的 我也知道這個潘先生其實有興趣 因為由零開始 人工15至18K底薪再加用金 老闆也可以願意跟對方拆拆 你做到多少我就會分成 其實這是一個好老闆 多勞多德 另外一份是跨國公司 全球有超過8000人的員工 他想請香港人力資源經理 其實是很好的條件 他要報告給香港人力資源總監 所有香港的行業、培訓、員工關係 所有這些譬如制定政策 這些全部就可以自由地去做 所以發揮空間也非常好 至少有8年的經驗 最好就是在一個高科技行業裏做過 人工是多少 甚至乎超過4萬 我們也說過我們有Super Recruiter 這個計劃 如果你聽過這份工作 有投職者介紹過來 投職者想介紹過來是你refer的 我們有獎金給你 在我們的服務費裏面有一個incentive 現金的 如現在你自己想apply這份工作 你可以先派一些CV過來 機會是不等人的 還有各位聽眾 首先最重要是先like我們的Fan Page wematch.live 今晚時間差不多了 相信很多人都知道 除了幫你找一份工作 這是一個比較secondary 次的地方 其實我們很希望經過整個互動 可以帶到很多學習 有緩醒可能令自己有進步 沒錯 再通過一些你不能夠爭拗的疲民分析 從一個scientific的角度去了解自己 這些就是進步的DNA 接下來是星期五 我們有CEO對話 這個CEO很厲害的 本身已經是媽媽級人士 但是他開的branch 一間接一間 一間接一間 一間 都是再接一間 做小朋友生意的 記得留意星期五凌晨的1時 就afterEdmond之後的節目 星期五見 星期五見 拜拜 拜拜